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地点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叫城庄的乡村 一个秋日的清晨 一个年轻的村民像往常一样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在一根扁担两端的勾勾上挂上了水桶 然后就挑着扁担走出了家门 到村中一棵大槐树下的水井旁集水 当睡眼惺忪的村民漫不经心地经过张才旺家的院门前时 他吓了一大跳 因为张才旺的家门口握着一个一身黑衣的人 年轻的村民出于好奇 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跟前 这仔细一瞧步打紧 吓得他丢下扁担和水桶 疯了似的撒鸭子往自己家里跑 一边奔跑 一边用变调的声音喊叫不止 不好了 不好了 张才旺家闹鬼了 年轻村民响亮而充满恐惧的声音 就像在黎明时分的村庄投放了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 顷刻间 小小的村庄乍饮一般 响起了一片此起彼伏的孩子哭老婆叫混乱不安的声音 村子里头一天下午刚刚有下葬的 死者叫张月娥 张月娥是张才旺家里的宝贝丫头 张才旺的婆娘就生养了这么一个闺女 所以夫妻俩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可是张月娥这丫头身子骨不争气 一到了变天的时节就咳嗽得厉害 一张小脸变得铁青 张才旺是村子里为数不多日子殷食的人家 她不惜重金给宝贝丫头医病 可是破费了不少的钱财 依旧没有消灾 移到了炸暖还寒的冬末 张月娥整个人咳嗽的就像拉风箱似的 让自己亲生的爹娘看了难受 张月娥八岁那年 张才旺从大地方请来了一位颇有名望的老郎中 老郎中看了张月娥的舌苔 给张月娥把了脉搏 然后背着张月娥偷偷地对她的父母摇着头说 只可惜这张漂亮的脸模子了 这孩子未满月时就受了风寒 呼吸道严重感染 命怕是活不长了 自此 张才旺不再给时常犯病的丫头医病了 反正人算不如天算 还是顺其自然 听天由命吧 张才旺为了不时之需 在邻村木匠那里预定了一口棺木 可这棺木一直到张月娥长到十四岁 也没有机会派上用场 渐渐地张才旺夫妻俩就好像把老郎中的话给忘了 以为这丫头只是病秧子一个 半死不活的并没有性命之忧 张月娥下葬那天的中午 人还是好好的能吃能喝的 看不出一丁点的病兆 可是在饭桌上吃着吃着 张月娥的一张脸就憋得紫青 一双好看的丹缝眼瞪得圆鼓鼓的 就好像一对青蛙的眼睛 眨眼功夫 张月娥就一头栽倒在土炕上 人是不行了 正在嘴里巴拉饭的张才旺夫妻俩立马慌了神 赶忙放下碗筷在丫头身上又掐又捏 可是两口子忙活了好一阵子 他们的宝贝丫头也没有睁开眼睛 张才旺握着张月娥的手腕子 哽咽着说 丫头的麦都没有了 咱们还瞎忙活个啥 我看咱们还是赶紧料理丫头的后事吧 张才旺赶到邻村找到木匠 让他赶快把事先准备好的棺木拉过来 然后又风风火火地赶回村子里 花钱雇用了几个精壮的汉子 派他们到村西两公里开外的坟圈子挖掘墓穴 张才旺的婆娘更是忙得搅打后脑勺 她关死房门 流着泪烧了一大锅开水 给躺成了大字的张月娥仔细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她要让自己的宝贝疙瘩干干净净地走上黄泉路 然后张才旺的婆娘把事先做好的兽衣兽鞋给张月娥穿上了 时度完这一切 张才旺的婆娘感到还欠缺什么 就翻箱倒柜把家里一对祖传的碧绿玉琢 整整齐齐地戴在了张月娥细如嫩藕的手腕上 望着一睡不醒的丫头 张才旺婆娘脸上的眼泪流得更欢了 她打亮着一动不动的张月娥 无比悲淒地说道 我的心肝宝贝啊 你的命咋这么薄呢 其实患有哮喘病的张月娥并没有死 她只是一口气没上来 整个人就软塌塌地像一根面条倒下去了 她最初感到有一口痰瘀在了喉咙里 后来自己的脖子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掐住了 处于昏厥窒息状态的张月娥 就这样被悲痛欲绝的父母装进了棺木 也不知道在黑洞洞的棺木里昏睡了多长时间 张月娥终于从昏睡中苏醒了过来 她感到特别的难受 她感到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因为棺木里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正在张月娥张大嘴巴艰难地呼吸时 外面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挖土声 继而传来了撬动棺木板子的剧烈声响 大喜过望的张月娥以为父母知道埋错了 派人来救她来了 她兴奋的一颗心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她想呼喊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 伴随棺木板子轰然落地的巨大声响 快要窒息的张月娥刹那间看到了 沾满星星的夜空 它就像一株汗地上的河苗 一下子沐浴到了喜从天降的甘霖一样 就又奇迹般地火转过来 这时 一个高大的黑影跳了进来 在她的身上胡乱地摸来摸去 最后摸到了她戴在右手腕上的一只玉镯 并死命地往下啰 张月娥这时完全清醒了 她又惊又喜 因为来人不是搭救她的 而是劫财的盗墓贼 她本能地从棺木里坐了起来 并大喊救命 张月娥这一做一喊 把盗墓贼下的灵魂出窍 她妈呀地大叫一声 松开张月娥的手 拿着落下的那只玉镯 猛地跃出了棺木 慌乱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浓浓的夜色深处 张月娥定了定神 感到胸腔内那颗心跳的厉害 她吃力地从棺木里爬出来 伸一脚浅一脚向村子里摸去 在漆黑如墨的夜空下 头发蓬乱 一身兽衣的张月娥 就像一个地道的游荡的幽灵 她的两脚踩在地上轻飘飘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因为母亲给她穿的是软绵绵的用棉花做底的瘦鞋 在走向村庄的道路上 这个乡村少女满心的惧怕和怨恨 因为粗之大业的父母 竟把她这个大活人埋到坟地里来了 想到这里 张月娥对这个盗墓贼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 因为若不是她挖开墓穴 她就真的被活活地闷死在里面了 可是因为夜色太黑 她没能看清盗墓贼的脸 无法知道这个救命恩人是谁 所以张月娥感到有些失落 她根本没有报答的机会 满脸泪痕 身子歪歪斜斜的张月娥 终于摸到了自己家门口 她把虚弱不堪的身体倚在了门板上 美美地想 如果父母知道他们的宝贝闺女 从坟地里活着回来了 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 张月娥举起右手开始敲门 细声细语地叫道 爹娘 我是月娥 我没有死 快开门呀 张月娥发现屋内燃起了明亮的煤油灯 但很快又漆黑一团 并传来了一阵惊慌的脚步声和低语声 张月娥等得不耐烦了 她用手掌使劲地敲打门板 更大声地吆喝道 爹娘 我真的是月娥 我没有死 我又活过来了 你们快点开门呀 可是任凭张月娥拍中了手掌 喊破了嗓子 她的父母就是不给她开门 屋里面是一片可怕的黑暗的死寂 张月娥又气又恼 她委屈地大声嚎啕起来 北方九月的夜晚 已经有相当多的含义了 尽管她动得直哆嗦 尽管她动得直打喷嚏 可是屋里的父母就是不给她开门 就在张月娥的喊叫声渐渐地弱下来时 房门的后面传来了张才望颤颤巍巍的叫声 那是带着央求和哭腔的声音 月娥啊 你走了就走了 你的阴魂咋回来了 你的福伯命伯 可这是你的命啊 你怪不得生养你的爹妈呀 张月娥正欲分辨 门板后面又响起了母亲的哭诉 月娥啊 你活着的时候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 你死了妈又把祖传的玉琢给你戴上了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爹妈带你可不薄呀 可你的阴魂咋回来了呢 任凭张月娥在房门外怎样分辨 屋里面的父母就是不肯给她开门 没有办法 张月娥终于不喊了不叫了 因为她太累了太困了 她挨着房门一屁股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她梦见自己躺在黑洞洞的棺木里 就在张月娥做着阴森恐怖的噩梦时 她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喧闹声惊醒了 她急忙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天色已经大亮了 院子里占满了人 大家伙都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审视她的目光充满了惊惧和怀疑 那飘忽不定的眼神仿佛在问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张月娥用格外困惑的目光望着看热闹的人群 猛地发现人群里面有几个精壮的汉子手里握着棍棒或稿头 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如果你是从阴间跑回来的魔鬼 我们大家就把你给收拾了 再把你重新送回阴间去 张月娥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离奇经过 她抹着满脸冤枉的泪水说 我确实是盗墓贼挖出来的 不信你们到坟圈子去看看 几个胆大的小伙子立即飞快地跑到了坟地 不一会儿就返回来了 他们气喘吁吁地说 棺木确实是被人撬开了 这时村子里快嘴快舌的神婆李大嫂 撞着胆量走了上来 口里念念有词 你就是鬼怪我也不怕 我在念咒语呢 一到张月娥跟前 李大嫂的舌头都短了半截 说话也不利索了 那你把手伸过来 如果你手冰凉冰凉的 你就是鬼怪 张月娥有些迟疑地伸过一只手来 李大嫂感到张月娥的手热乎乎的 手心里还有不少汉子 在装模作样地把把脉 那脉还欢蹦乱跳的呢 李大嫂兴奋地说 张月娥不是鬼 张月娥是活人呢 张家关了一宿的房门哗啦一声打开了 张才望跟她的婆娘惊喜地从屋里飞奔而出 张月娥母亲一把将张月娥抱在怀里 泪早已流了一脸 月娥 你快把爹妈给活活吓死了 说来也怪 自从张月娥意外地从棺木里死里逃生后 她的哮喘病很长时间没有犯过 一张白净的桃花脸蛋 就愈发好看迷人了 张月娥十六岁时出落成一只娇艳无比的鲜花 她要死要活地喜欢上了村子里出了名的酒鬼 长双喜的小儿子常贵 她的父母倒没有意见 既然女儿大难不死 就由着她的性子去吧 可是长双喜却拼命地反对这门婚事 但儿子常贵说 如果我不能跟张月娥结婚 我就一头撞在墙上死给你看 经不住儿子的威胁恫吓 长双喜最终还是默认了这门婚事 一年冬天 常贵和张月娥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 洞房花竹叶 这对幸福的新人 急进了快乐的雨水之欢后 常贵为了讨好张月娥 从箱子里摸出一个宝贝来 欢天喜地地戴在张月娥 光溜溜的手腕子上 张月娥定睛一看 这不是在棺木里 被盗墓贼撸走的玉手镯吗 张月娥忽然感到胸口郁闷 呼吸困难 竟一头栽倒在新婚的土炕上 这一回张月娥是真真切切地死了 她被伤心流泪的父母 重新安葬在村西的坟圈子里 再也没有从棺木里面爬出来 第二年年干 酒鬼长双喜抱病而亡 临终前她拉着常贵的手 气不成声地说 把那只玉手镯埋到张月娥的坟里吧 都是跌造的孽呀 常贵没有埋掉那只漂亮的玉手镯 她彻底疯傻了 成天捂着那泛着射魂夺破忧虑光芒的玉手镯 在村子里到处乱跑 嘴里不时地叫唤 月娥 月娥 你醒醒啊 咱们俩是拜过堂的夫妻呀 十里八村闻听此事的人们 无不为痴情的常贵潸然落泪 是